大家好,我是美味小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怎样在家炸薯片 自己在家做的卫生安全还好吃 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土豆削皮洗干净后 全部切成薄片 然后用水冲洗一下 洗个淀粉 里面再加入水 然后加点白醋 浸泡10分钟左右 这样炸出来的薯片更脆 10分钟后把里面的水分倒掉 然后拎干水分备用 现在开始炸薯片 锅里倒入油 油刚好淹没土豆片就行 刚开始先用大火 等锅里油冒泡泡的时候 再转小火慢炸 炸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搅动它 等炸到薯片稍微有点焦的时候 再翻过来炸 里面有炸好的 可以先挑出来 防止炸焦 其余没有完全炸好的 继续炸 最后把薯片炸至金黄色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后让它静置几分钟量一下 然后里面加入盐 好了咱们这个薯片就炸好了 这样炸出来的薯片色泽金黄又人 口感酥脆又香又好吃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给妈妈吃 谢谢 哎呀真棒